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大年初一 初二 初三 全是风水 谁说风水 风水如轮转 给大家讲风水八卦 都是特别牛的 那么首先你看咱们今天的这身打扮 你看亚芳和李承恩 加上咱们这个是很反映当前的形式 他就是镇压咱们俩的 压到了吗 现在中国就是唱红歌打红旗 扫黄打黑 我这不是 我这还没到黑 我这有改造的机会 所以我这正是正确 对对对 所以咱们今天亚芳今天是 得说红段的 今天亚芳不是新闻播报主播了 今天亚芳是我们凤凰的星座学家 对你今天准备彻底颠覆我的形象吗 不用颠覆 平常都要正儿八经的 这是让观众了解你的另一面 其实 你说你今天也可以说的正儿八经的 对 大家得信你 但是主要是因为咱们情人节今年和初一在同一天 所以穿红的是最正统的 你看过年穿红的 情人节在情人面前也希望自己是光鲜亮丽的 而且是红鸾心动的 红鸾心就是咱们风水上面其中一颗星嘛 紫围斗树上的一颗星 还红鸾心动 光鸮亮丽 红鸾心动 红鸾心动是要代价的 来 你给亚芳 那就是你就是我们的红鸾星 红鸾星 给这个2月14号情人节大年初一的这个全体观众们 拜个年 我觉得给大家带来桃花 好我要祝大家在虎年虎虎生微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同时在今年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有个同时在今年有情人 同时在今年有情人 或有情人终成眷属 行看出来了 你像这一脖子 俩手腕子都是桃花 春先生 你也给我们带来 你是美食作家 就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吉祥话 不是我得给那些 就是其实自己没什么本事的 那些朋友 那么希望可以有些起色的朋友 那么说几句就是虎年 虎家虎威 唯虎作唱 唯虎作唱 唱技的唱吗 唯唯虎作唱 就是虎虎生威 虎虎生威 虎有生气 对对对 虎生风 不是那就是有人靠着吗 对吧 其实感觉虎年应该是会特别有朝气的一年 因为虎嘛 本来就是有这个霸气 所以在这一年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期望 2010年有一个特别好的运势 那么过去很多人 掉到天罗地网的人 希望今年能够走出来 所以亚方今天就来了 亚方平常啊 这个他也不大专心本职工作 私下全研究这个星座 所以今天我是发掘人才 跟我们说说这个是多少个星座 就运成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星座很重要的就是 你当你认识一个人 你对他一无所知 你先问一下你什么星座的啊 你什么血型的啊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性格 是不是 对 就比如说吧 文涛是狮子座的 狮子座男人呢 是要君临天下的 狮子座男人在外面像个大男人 在家像个小男孩 在家非常需要有母爱 因为要不断地赞美他 还要结合血型吗 对还要结合什么血型 血型B型 那更严重了 是吧 B型的人呢 在外面也是属于特别外向 而且B型的人呢 特别喜欢统领 那狮子也喜欢统领 所以视作又B型的人呢 如果你要做他的女人 你要时不时赞美他 还好 要是个女人就惨了 对 那你要不断崇拜他 你就能够抓住他 所以说好女人不会喜欢我 喜欢我的是超好的女人 她的她的 她是母羊座 叫母羊 嗯 山羊座 山羊座 山羊座和母羊座 44月份对不对 没有 12月底 12月底的那是摩羯座 那叫摩羯座 那叫摩羯座 对 也是山羊座和摩羯座 摩羯座的人呢 是非常的冷静 我通常喜欢说摩羯座的人特质 就是闷骚 就是摩羯座 你第一眼见到他 他不是特别快熟的那种人 你知道有些人很快熟 你一见到他就可以跟你非常热情聊天 摩羯座一开始会先 闷骚的骚啊 就跟风骚的骚 风骚的骚 就是骚在骨子里了 不是骚爆的骚啊 对 摩羯座的人特别闷骚 你第一眼看到他 你会觉得这人有点严肃 很多学者都是摩羯座的 对 但是呢 你跟他熟了之后 他其实什么都能看 而且特别的活泼外向 只有在熟人面前才看得到 梁文道 摩羯座的 对 还有大陆导演姜文 摩羯座的 毛泽东 毛泽东摩羯座的 而且还有摩羯座人 张建廷也摩羯座的 摩羯座人还有个特性 他特别有社会批判精神 他特别喜欢思考 然后特别喜欢去 检视这些不公平的现象 所以在他们的 很多作品里面 你看在台湾也有 很多制作人 写歌的 写词的 都是摩羯座的 他们的词里面 都反映出 某种程度的社会现象 所以摩羯座的人 有时候自己活得很苦闷 因为他们思考太多问题了 没错 摩羯座的人 有时候挺拧巴的 我觉得 而且摩羯座的人 不要叫我说 有一点什么呢 我们叫顺昌溺亡 你知道吗 顺我者昌 你我者昌 就是你非得听他的不可 那不是我父吗 尤其是摩羯座A型 因为A型的人 又是属于比较内向的 而且A型的人 某种程度上 在某一个时间点 他会特别多愁善感 所以当你本来 就很喜欢思考 又很喜欢去 打抱一些不平 然后你又多愁善感 那就跳楼了 那就跳楼了 跳楼了 跳楼头喊 你让摩羯座的人 说说行不行 你说说 你说说 这简直就不是我吗 你认识我那么多年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咱们还头一回碰着 这个春节 就是情人节 我就觉得那天 你是很难安排 是 是你 对 就你们俩要交流一下 音乐 那就 这个 这个春先生 你是对这个星座呀 还是对生肖啊 有研究啊 我 我觉得什么都没研究 但是喜欢看 因为香港人的特迷信 香港人特迷信呢 就是每年呢 我们以前就有一个朋友 他一定会把他 他后面有一个就是 医学学会 就周易 医经 医学学会的一个会长 他是很低调的人 就不出面 他每年就给香港算 算卦 全算完了 然后就告诉你 每年 你是年三十晚上应该做什么 年初一应该做什么 年初一早上应该几点都出门口 出门口应该向哪个方向走 然后你要是做生意的 你是在哪一天开张是最好的 哪一天就不能开张 如果你在那一天 如果是开工的话 那么这一年就不好 然后他算算算算算 整个香港大事 金融风暴都有都清楚 但今年不行了 怎么了 今年我的朋友死了 那是不是香港要完了 不是我朋友等那个算的还有 那就后来就就没人再 把这个事情公布公布出来 不过其实你别说 你以为很少人懂这些 其实你真的去聊 很多人表面上不说 但是私底下都研究 就像演艺圈特别多 就比如说我有个演艺圈朋友 他每年 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十二点 他一定要洗一个 一个小时的澡 洗掉这个煤气 洗掉所有的煤气 他那年如果很旺 不是倒霉了吗 他每年都要这么做 因为在演艺圈 你每年你都要重新更新 你希望你的运势是旺的 所以他每年大年三年 不管大家在干嘛 大家在玩牌也好 大家在吃年夜饭什么 他一定会去洗澡 一定要洗旺 他整个新的一年的气势 然后就要换一个红色的内衣裤 因为红色的内衣裤呢 就是旺你本身的这个 其实不对 红色内衣裤不能往穿的 红色内衣裤是这样 你如果说那年是本命年犯太岁 那你才能穿 你要是平时再穿就不行的 对 当然你如果要再深入研究的话 就每一个生肖 每一个星座 在每一年 他都要做不同的事情 那就研究很多了 比如说你的财位是在西边 那么就有很多这个风水师会说 大年初一的早上 你要撒几个铜板 在你西边的 你家里的最西边的那个位置 那个角落 而且你就不要拿 经常是会让你压在一个花盆底下 或者是比如说属牛的人 旺的是鸡 那么就放一个鸡的造型的东西 什么都好 那么就在那个地方 压着那个铜板 你就会旺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如果要深刻的研究的话 那就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 看来这个春节 家里这个放东西太忙了 是吧 这个雅芳这边要放个鸡 放个什么 那天我又听这个麦玲玲 就过两天要出现风水师 又说呀 这个桃花旺啊 你没结婚的旺是好啊 结婚的太旺了 也有问题啊 就是桃花节 有个办法 你如何防止你老公 遏制你老公这个旺桃花呢 说你也要在家里的西边 对吧 摆八个小石子 这样就能把你老公的那个桃花 给振振住 是吧 麦玲玲家住的跟我很近 在我西边 所以你到今天 还是一夫一妻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什么桃花旺啊 红蓝星洞呢 看来不光是这个中国朋友 最近呢 雅芳他老公的公司里出了一个 是你老公的公司里 对听说是 还有世界性的新闻 但是我从这个里边 大家的这个态度里 我也看到啊 人家外国人 人家这方面的这个态度 是很健康的 对吧 是说什么呢 也是跟雅芳报新闻的 那个环境差不多 是外国的电视台啊 到一家什么金融机构 对 访问一个人 那么平常看到 就跟咱们 就跟你们试试证东西啊 背后不是好多电脑吗 结果有一哥们呢 在他电脑那 正在看那个裸女图片 一个模特拍的那种性爱的 还是什么 反正很清凉 一张裸照 上半身裸照的 对对对 很美的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新闻 在国外成了笑话 就是后来呢 这个模特 你看你看啊 你看当时是在采访 对 在前面的人在说话 然后呢 这个无意中镜头 看见拍的就是这个女孩 挺好吗 这个模特人家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这这这哥们 这哥们正头看 有人提场了 叫他管他关的 对 然后人家这个妹妹 出来还声明 就说希望这个公司 不要吵了他 对吧 而且很多网友啊 也支持他 不是说这位哥们 已经给吵了 啊 说没有吵 我听说 当时就吵了 据说已经给吵了 说是呼吁 不要因为这个吵的工作 呼吁是呼吁 现在据说是给吵了 但其实也挺衰的 就变桃花节了 2010年刚刚开年 只不过看了一个 其实也不是特别那个猥亵 也就是健康的 健康的model的照片 内衣模特的广告 不过因为这家公司 他的办公室是特别开放式的 他就是特别扁平式的架构 所以他一照过去 所有的那个办公室里面的画面 都可以照到 但不让那哥们是不是犯太罪啊 对 他怎么就跟你老公是一个公司呢 他是他们整个国际集团的澳洲那边嘛 你老 贾德富商啊 你知道吗 这个打工在打工在香港 过去一年也是发生了 让我们这个这个感到非常痛惜的事情 他嫁出去了 是吗 嫁嫁 就是凤凰的女主持啊 不得了啊 嫁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啊 全是红老心动啊 那没 那得要怎么也得嫁给 窦文涛这种标准吗 窦文涛又报不婚主义 所以大家都放弃了吗 我是发婚主义 向外发展 但是有一点 也不能说人家非富即贵 你知道吗 他们都在传送 说人家雅芳这个婚礼 咱不是快到情人节了吗 2月14号 得跟人家雅芳学习学习 婚礼上还有一段话 有一段献词 很遗憾 我到今天都没听到过 你没参加 我没参加嘛 我嫉妒嘛 都不去了 所以呢 今天要听雅芳亲口 给大家说一说 也作为对我们这个情人节 兼大年初一的 一个爱情献词 对真是 本来想结婚节特别低调的 就没想到洗帖上的一篇文字 被大家po到网上去了 大家疯狂转载 我才知道原来大家对这个文字 是有感觉 而且有兴趣的 你给我们浪诵一下 那就是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我们在一起的过程 这个文字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场游戏 这场婚礼是一场游戏 那么title就是 这是一场游戏 从两个不相干的地方出发 在五十亿人口当中寻觅 看看在哪里才会相遇 这是一场游戏 用七年的时间 固守我就是这样 看看谁会先举白旗 这是一场游戏 记住每个喜好动作与心情 周年生日加惊喜 看看谁能让对方感动不已 这是一场游戏 你的暗恋者不断 我的追求者不绝 看看谁最受欢迎 这是一场游戏 你不拿出戒指 我不急着答应 爱情需要无比的耐力 这是一场游戏 请大家来现场见证 两个好胜的射手座 决定玩下去 至死不渝 如果没有结果 下辈子还要继续 结果谁扯了白旗了 结果都没扯了白旗 所以现在还在僵持当中 这个战争还在继续吗 结果是他们加入一场战争 他不是求婚了吗 是求婚了 谁拿着戒指 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没举白旗 所以最后只要结婚了 谁也没举白旗 谁也没愿意退出 这东西你不明白 咱们已婚人士知道 婚姻就是一场战争 他们投入的战争 投入的战争 到最后 不是现在咱们不是说 这大年过大 大过年的不说扯白旗了 从游戏的状态 现在已经进入到战争的状态了 战争状态现在 而且这个情人节 其实也可以求婚嘛 对吧 情人节当然可以啊 你们俩是谁给谁戒指 当然是男的给女的戒指 你接过女的给男的戒指吗 对我听你们的词 原来你都是收戒指的 我听你们的词说的 好像是两个人互相看着 不是我买我的 你买你的也可以啊 对因为我们两个 都是属于好胜型的 而且我们两个 是属于非常平等的partner 那么在生活当中 互相互补 互相服务 互相扶助 互相扶持 互相扶是应该的 互相扶持 所以我们这个文字 就写出我们的心声 我们在一起七年嘛 我们在一起七年 那七年如果不赶紧定了 不就七年之痒了吗 对啊 而且还是五十一年之痒 是结了婚以后才七年之痒 而且这个概率是五十亿分之二 那小丽姐看了之后 立刻说 怎么才五十亿 全球不是有六十五亿人口吗 没有那个时候 我们出生的时候只有五十亿 而且你知道这个 前一阵 我看美国有一个 那求婚才才有意思 人家是有创意的 你知道跟他们这个有点像 这个小伙子啊 叫李德好像 这李德呢 把这个订婚戒指啊 白金的啊 放在这个冰激凌里 给女朋友 想女朋友就一吃 哎 发现了 然后单腿跪下求婚 没想到他女朋友吃饭 胃口太大 一口吞进去 送医院来 送医院 才发现胃里面 那个戒指啊 在里边 吞到胃里面 最后在医院 这小伙子李德 举着X光片 现在就没有 那好 那好 这是真事 发现那是女朋友属狗的 他这么吞吧 哎 亚邦这刚才还没讲完呢 有有有 这个新 射手座 算是讲完了 互相都有点挑战性 对吗 射手座的人呢 特别崇尚自由 所以射手座的人 你千万不要拘束他 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你的男朋友是射手座 你想要跟他分手 你又不想自己说 他的男朋友是射手座 就是你说一个女孩 的男朋友是射手座 你想要跟他分手 你又不想自己说 你想要他开口 你可以使用一个策略 就是你规定他 每天下班 要到你的办公室楼下报到 那射手就疯了 射手绝对做不出来 这种事情 爱自由 爱自由 你今天要我去跟你报到 那你老公是射手座 我老公是射手座 那你也给他自由 他也给我自由 因为我也是射手座 你们俩都随便是吗 我们俩就 随意 我们俩互相尊重 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对方 这个桃花的权力 无限的空间 无限的空间 在有限的框架里面 进行无限的可能 哎呀 亚方这个画家人 遐想啊 就是 失意无限 失意无限 就是说 咱们不要感叹 飞水流了外人田 对 亚方永远给咱们 留了机会 不会像 像 这是你的像 像斯文涛这种狮子 设有做事 没办法的 搞不定他 为什么 狮子做的人太强势了 还要天天赞美你 然后又不能乱夸别的男人优秀 狮子做喜欢被夸嘛 因为他是君王嘛 他是君临天下 他是王 他是王者 这还不是夸吗 夸得多好 你看看 虎一虎就是狮子做的 一虎不是狮 一虎也是适合做的 一虎人是狮子做的 一虎也爱人夸 对吧 也是狮子的风范 我知道啊 我们就认识十几年了 还不知道 是吗 行 咱们现在去广告 下一趴就来夸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好 雅芳还给我们带来 这个两个半月 这是 对啊 这是台湾很多人 很熟悉的东西 在台湾的庙里面 都有这个杯 其实有的庙也有 不过香港是用足签 抽签的时候 是抖足签 对不对 像黄大签 抽签是抖足签 看你抖出来 那一支就是那个号码 台湾不是的 台湾要先拔杯 台语叫拔杯 杯就是一个竹子旁 下面一个胶的那个杯 这个就叫杯 那你在抽了一个签之后 比如说我抽到的是 22号签 你要问这个神明说 这支签是不是 我问的这个问题 所应该拿的签 你就要拔杯 你就问他 像这样一振一反 就叫胜杯 就是对 对了 就这个签了 你就可以去拿签 但是如果你拔出来的杯 是这样子的 就表示不对 这叫第二倍 你要重抽 这就是背的 就是不可以 你要重抽 但是如果是这样呢 两个都是朝上 表示我没听懂 那你抽签 哪有抽那么多的 抽签不就抽一下吗 抽签要花好多时间的 你每一次 你要问一次你的问题 然后把一个杯 确定 像这个就是神明说 我没听清楚 你说的是什么 或者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跟你抽这个签 其实是不相符的 你要重新抽一次 反映台湾的 就是神笔的爱聊 不是一次不行 这是我的意思吗 也不怕烦 很多次要要要 要挖很多次 你才能够抽到 你所要的钱 有些人会把这个 自己带回家 在我今天出门 我要做一个 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就先挖一个杯 我今天要不要分手 神明说 付清楚 你最好再去考一下 就是龟被起的怪 对 然后你在问 对神明说分手吧 你可以自己分手 你会成功 对 所以很多人会 会自己准备一个 这个东西 作为每天出行的 这个标准 有些比较迷信的人 但是也好 有个衣龟 每天出行 要不要出门 这把衣呢 先回家吧 不出去了 所以在台湾 神棍很容易 你知道吗 对 有两块东西就行 不过今天的神棍 是雅芳 没有 就像文涛 每天出行的时候 要去优惠的时候 就把今天能不能优惠 会不会出事 他不是优惠 结果怎么回回都出事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目张胆 雅芳 还有星座没讲完呢 赶快 在说重要的时候 每个星座 每个星座的特点 比如说金牛座 也很有趣 金牛座的人 平常看起来特别谨慎 但是骨子里 其实还挺浪漫 金牛座的人 很重视物质 有一个笑话 就这样的 金牛座的人 比如说 他跟妈妈去菜市场 西瓜贩子说 来吃西瓜 不好 不甜 不要钱 金牛座 小朋友就会说 老板 那来一个不甜的西瓜 金牛座很重视 金打细算 金打细算 比较实际 虎年是哪个座最好 虎年呢 其实每个星座 都有每个星座的 不同的运程 所以你就要看 像白羊座 像你 你是摩蝶座 像白羊座 就是四月的 白羊座去年 可能就比较困身 但是今年呢 他们就有一个 新的运势 能够重新起来 我听到一个说法 说是2010年啊 进入水平时代 是什么意思 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水平时代可能就是 大家开始有水平了 就是天体的运行 进入到水平新的 那水平座怎么样呢 水平座的人呢 是特别聪明 特别冷静 而且特别会 交朋友的星座 水平座的人呢 都有一些特质 比如说水平座的人 很适合做领导 因为他们善于总结 口牌特别好 比如说家要水平的